OK 大家好 好 我叫利奧 剛剛介紹過我叫中賢 那因為我今天過來是要分享一個3D原因 跟高雄的關係 那首先因為一個簡短 一個卷短的那個 不好意思我太緊張了 就是有點 就是先介紹一下我們下面這個 這個logo 我們叫Design Maker 那它 它由來其實還蠻簡單的 就是說 Design的這個英文叫設計者 那製造方面的話它叫Maker 所以我們用取了前面的Designer 跟後面的Maker 然後就變成造型 現在我們 剛剛各位網上影片會就注意到 Design Maker這個東西 那它顏色的部分就是 Designer 因為它是設計師 它需要一個很冷靜思考 以及創意 所以我用藍色來取決它 然後Maker這個角色 它是本身一個有power的人 所以我們用黃色來代表它 那在 在我介紹那個3D電影跟高雄之前 有一個小小的影片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影片它是一個3D發展的現在 跟過去的趨勢 一個小小的短片 大概4分08秒 大家現在先想一下 然後接下來的流程就是 這影片之後結束之後 就是我3D電影分享 然後最後就是高雄設計層的那個概念 大家先欣賞一下 那個燈可以幫我幫忙換一下嗎 有那個 有那個 那是一個紅色嗎 我看看 那是一片大部分 我們在聊了 這個很棒 啊對 然後這個很小明啊 他就想到他媽媽以前去加入服務買一個杯子 然後他開始聯想他的整個製造的生產流程 他一直回推 有可能這東西是通過外製造的 然後再來就是他的生產線 甚至他的外品包裝啊 然後他的本體這個杯子 像是他一開始的這一個 還有設計師他最初的那個原稿 但是他現在想那個畫法 他到網路上有很多人會分享他自己的圖 他找一個最相近他那個杯子的 用網路上的繪圖軟體 然後直接去做設計 甚至加一個手法上去 然後3D畫之後 Upload 然後他就會存到他的硬碟 像現在已經有一點點 就像你家附近會用Facebook Facebook就是裡面有一些製程工具的商品 他就把圖檔給他 他就快速的用3D表情把它印出來 然後他就一樣的得到他 之前給他那個杯子 對 因為我之後看了電視完 知道原來他家 永遠都沒有變 然後旁邊有個高鐵會這樣 是因為那個水準讓他杯子掉下來 然後之後 然後A度是開始成長進步了 反正我順便兩層 所以力道太猛了 他杯子就破了 應該是他很小 現在又有那種瞬間3D scan了 直接重組 就是未來不設計 然後而且已經不用那種Face Level 就直接把圖檔直接傳到很世界內的角落 有專業人員直接把你調整 可能他的一個分子結構或什麼呢 直接強化他的那個 裡面的一些 他的屬性或特性 對 還要傳到其他家 有專門在調這種元素的人 因為我強化他 你又不想他的杯子就去一塊掉 還變紅色的 好之後又可以傳到這個人身上 然後他需要一些 這些礦物質 那以後像Face Level 可能就不需要 可能就是只要賣這種耗材的店 就好 因為他每個家裡面都會 都屬於自己的 所以放心 印表機 他就買了兩個材料 然後回去 然後只要放進去 然後以後 電力機會非常強 就印表就出現 他直接電力出他的杯子 然後他兒子好像說 讓他肚子餓了 就可能連失誤都印得出來 但是現在的 戰力業績如果印得出來 因為我在敢吃啊 然後 又可以進去 他又壓下來 但是因為剛剛那個 因為他的結構性有整個 重新重新可以過 所以他現在不會壞掉 所以他的阿公阿媽 等一下回應 他從此就不會說 再失去了 而且更厲害的是 因為全世界 每個人都三次轉型 他只要把圖長給人家 他們都擁有 跟他的阿公阿媽 甚至到的開通船上面都有 只要有網路的地方 這個東西就在你面前 OK 可以幫我媽媽開一下燈嗎 好 謝謝 欸 這個電話沒什麼出現問題喔 嗯 可以幫我點這個嗎 對 IDEA 然後按SHIP的加F5 他就會從這一頁開始 OK 謝謝 當我們剛看完那個影片 各位心中有沒有一種想法 如果今天這個印表機 是屬於你的 你會拿來把它做什麼應用呢 我想請問一下在座的各位 有沒有人知道3D列印的 可以幫他舉一下手嗎 我們全都知道 這在一會兒吧 那我問一下這位先生 那個 請問你知道嗎 3D列印的搭輪做什麼 他可以先當作假壓阿 或是像有些老師呢 可以做燈通器官 就是 好像硬細胞有在做這樣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給他掌聲鼓勵一下 其實你懂得還蠻多的 就是說 嗯 他基本上就很簡單 就是列印 就是印東西 但是印出什麼東西 印出來這個東西 他能做什麼就是印了什麼東西 但是有可能今天 沒有舉手了 沒關係 就是有可能說 3D列印他能做什麼 甚至他能幹什麼 你都不知道 但是我想告訴你這件事情 你一定要知道 就是現在3D列印 他現在正在重築這個世界 你知道嗎 我用一個簡單的例子 來請問一下 那個 那個 算是我宣章吧 你看 那個我請問一下 像 電腦 我們桌上型的電腦 你知道 大概是幾年前收入的嗎 大概普及花了時間 大概幾年 二十幾年 二十幾年嗎 OK 謝謝 謝謝 那二十幾年 你看 音表機出來的時間 我們不要說 在實驗室那種階段 現在現在比較普及 大概是去年沒有什麼事 去年大概 幾月 新聞的時候 那你看 音表機一開始 究竟把我辦到這種程度 然後二十年之後 大家可以去稍微想一下 電腦在以前二十年前 我們可能在國中國小 在用電腦的時候 大家可能都不能知道 電腦其實是把這個世界 這個現實的東西 把它變到數位世界裡面去 然後不要數位世界裡面去 就經過人類他們無限的創意 然後產生無限的改變 然後變出來的東西 就像 可能甚至有些人創造出 原本不屬於這個世界的東西 例如我們常看到的 什麼科幻電影 然後動畫 卡通 或者是男生最喜歡玩玩遊戲 那些全部都是 就是 虛擬世界 但是 你看 印表機出來了 它的工作是什麼 它就是再度把這個數位資訊 然後還原成類比狀態 剛剛講的是類比變成數位 然後這個東西就是 數位把它轉成類比 而且它最厲害的就是因為 這個東西這個數位 已經被經過改變 改變完之後 它就會變成 這個類比的東西 所以你想想看 以後那些電影裡面的一些怪物啊 或者是什麼 玩遊戲的那些 什麼角色 什麼裝備啊 那可能都會被 出現在眼前 只是你現在還有那種感覺罷了 而且 像影片最後一段 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 就是它其實有辦法自己印出 就是利用它的結構 去印出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再把這個東西 再反差回去的時候 它就會產生不一樣的屬性 有什麼特性 就像剛剛印的那個樣子 就變得跟原本不太一樣 所以我可以說 現在它在列印 它正在重複整個世界 對 你相信嗎 你不相信但是我相信嗎 OK 那因為時間關係 我講關鍵設計層的關係 因為以前 3D列印 它是一個設計驗證的 一種關鍵技術 但以前高雄是一個重工業的層次 但是擁有這麼好的出口環境啊 甚至它有這麼多製造的技術都市 為什麼有很多創意沒有辦法實現 甚至有很多設計師可能外流 那我覺得就 搞不好 就是3D列印技術的工具 沒有導入進來 他們想 我給它開個模 那幾十萬 然後可能又被推脫 然後又做不出來 但是工具有放在價錢 有馬來可以去整 它可能少這個東西 所以它就會很難 就是沒有人想要去做 那高雄因為這麼好的環境 所以我們這次那個公司就覺得 欸 對我這麼好的環境術 為什麼不去做它 那我就想要提供一種 很多快速設計驗證的這種環境空間 想說這些人 他們進來之後 不管是設計師 或一般的人 甚至普通人 他們容易擁有一種簡單的想法 然後就可以在這個地方 用很極少的成本或時間把它做出來 對 說不定 不好意思 說不定 這個空間 就是讓高雄成本設計層的一種關鍵物負 謝謝 好 那我們這樣補充一下 空間的時間 有沒有人有問題 要問仲賢 我來補充一下 就是我們四月份的時候 會有新品發表會 對呀 請大家拭目以待 這樣 請大家拭目以待 請大家 這個空間 感谢观看